民众拍下的影片游泳池的水是绿色的 从照片看来就更清楚 这样的水你敢跳下去吗 可能不会让它下去 真的太绿了 有网友po文到台中市入住四星级的饭店 却发现绿池水 业者随后关闭泳池 维修两天后才重新开放 小朋友跳进去之后 有带挖进的就反应 泳池底部是蓝色加绿色 是否有换水但没有刷 所以仍是满满的海藻感 网友po出了照片 其中一位没有带挖进的小朋友 眼睛红肿 恐怕是水质不干净的缘故 经过妥善的处理 目前场地已恢复正常运作 住客还反映 不但走廊地毯涨霉 柜子内还厚厚的一层灰 半夜身体很痒 上手背跟大腿还起疹子 不晓得是床单不干净 还是被不知名的东西咬 造成消费者权益受损的部分 消费者可以把这些具体权益受损的一些 那个市政把它解副出来 然后可以跟业者做要求 饭店业者提供了最新影片 房间清扫过 泳池水是池底反射出的淡蓝色 希望顾客安心入住 民事新闻徐民康罗宇祥台中报道